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各位观众 大家好 安心出行有进一步升级收紧的措施 都是我不好 因为我乌克口说这些都重 是因为说政府的建筑物 包括食环的街市 康民署的体育馆 或者是图书馆都要安心出行 我就说在逻辑上 如果你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要做这些措施的话 要去追踪市民的行踪 为什么私人机构食肆商场 都不用安心出行呢 这个是逻辑说不通 结果政府就宣布了 12月9日开始 没多久 就是一个星期 现在就规定了 所有受法律规管的599F 将所有的规管的处所 包括AB类的食肆 器院 美容院 主题公园 所有进入这些场所的顾客 都必须先使用安心出行 那就是说如果这样说 所有食肆 不论ABCD ABCD餐 全部都要安心出行 不论任何时段 所有顾客进入食肆 都要用安心出行 现在就没有规定 使用安心出行的器院 美容院和主题公园 12月9日 都立入强制名单里面 食育局就说 措施是为提高 确诊个案暴露风险的追踪 和检测效率的准确度 应对传染力更强更快的变异病毒株 增强疫情防控的能力 和保护市民大众的安全 政府新闻处发的稿 关于这一段是这样说的 除了说邮轮 那些可以上限 我也不明白 1日开始12月 邮轮的人数上限 现在可以通常容纳人数上限 55% 调整至通常容纳人数上限 75% 邮轮是困兽斗 大家记得鑽石公主号 多严重 名人在上面都几乎 现在50% 其实是很大风险 如果这么说 上升到75% 几天几天 现在有公海游 我也不知道逻辑在哪里 安心出行这一段 他是这么说的 为提高确诊个案暴露 风险追踪和检测效率 准确度应对传染力更强 更快变异病毒株 刚才说的 可能Delta 增强疫情的防控能力 和保障市民大众安全 12月9日开始 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规定 抗战至所有 受预防及控制疾病 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 599F 很长气 规管所有的处所介事 所有进合有关处所的顾客 和使用者 均先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素描 安心出行场所的二维码 即QR Code 这一轮的社交距离措施都会更新 包括相关要求 好了 说到这里 你发觉 咦? 以前说政府的场所 用安心出行 如果你是搞不定的 有豁免的 12岁以下 65岁以上 是吧? 这个残疾人士用不到 这个安心出行的时候 就可以填纸仔禍 填纸仔禍 OK? 那 就 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 我听见不同媒体的报道 就说明 就说不好意思了 没有了填纸仔这件事 只是要用安心出行 不准填纸仔 那问题是 真的那些长者 又或者年幼的 没有这个智能手机 又不准填纸仔 是不是不准他们出街呢? 是不是不准他们 入这些商场的食肆呢? 是不是不准去到这些地方呢? 现在又是变了两个标准 我就见到 我觉得需要澄清 说不准 不再涉受填纸仔 这个说法 我看见有些网媒是这样报道的 那实情是怎样呢? 我看政府新闻主的 稿里都是没有不清楚的 没有说到这一点的 这个点的 那究竟是不是 完全不可以填纸仔呢? 那就是说我又没有 现在填纸仔也是很糟糕的 对于一些不是很适智的 长者来说 你都要奴犯 他都常常帮他手 那如果又没有 这个智能电话 又不准填纸仔 那就是说这些长者 一定要做隐蔽长者呢? 好了 那媒体又访问了一些 最受影响的食肆 是吧? 现在ABC的类 全部都要嘛 无论ABC的餐 和ABC的类 都要 全部都是安心出行的嘛 那我访问这些A类是什么呢? A类的食肆 限了两个人 唐食到五点五十九分 即六点前要收工 其中都是外卖 顾客就不需要 坐两个人 唐食到五点五十九分 顾客就不需要安心出行 有很多小小的食店 可能里面只有十个座位 八个座位 十几个座位 那些 访问这些 譬如一个 这个是越南的 越南餐厅 越南粉老板 他说疫情生意已经少了一半 再来的话 三分一 再少了三分一 他说公公婆婆 本来他们吃 在葵卿 做一些交方生意 都是长者 很多是长者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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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便不来 很简单 不来 是不是 他就问一个问题 问得很好的 刚才我问游轮 为什么可以 本来50% 乘客量 限制50% 现在去到75% 游轮 群售斗 几天几夜 那地铁巴士又不需要 地铁巴士 不是更多人 你想想 在食肆里面 十张八张桌 别人要间疏来坐 OK 那可能 食 是 越南粉十五分钟 食完酒 半个小时 坐桌 坐巴士分分钟 过海 过几小时 由柴湾到天水围 更久 为什么不需要 很密集 地铁 我未来之前 每天都要搭 很早 回去网台做节目 地铁 转几程车上班 人迫到不得了 很多基层市民 做三行 很早上班 大家戴着口罩 不出 困兽斗 整个小时 我回去也要整个小时 又不用安心出行 为什么 现在也不用 他说 他就说 难道菌 去到那里会直接消失 即是去到巴士 去到直接地铁就会消失 直市就不消失 是吗 很无奈 例如记者又访问到一些 我们认为都是基层的地区 比如石杰美 深水堡 有一些很小的店 都是属于A类的店 很多都是老人家去干顾 基层市民去干顾 学生去干顾 老人家有些不懂字 又没有手机 如果他在深水堡 石杰美 我都说了 住这些很基层的地区 的长者 很多都是独居 他唯一是可以 离开他的家 他的窩居 他的板间房 去街 有些愚钱的 可能会去茶餐厅 喝杯奶茶 吃个餐 都很贵 其实 唯一的享受 已经是 可能是一个月才得一次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得一次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 又是不识字 不去 现在识字也没用 他说不可以填字仔 现在的说法是不能填字仔 我觉得需要澄清 做到最便宜 老人家就打算选择那里 谁知道你又要安心出学 就不行了 那学生又怎样呢 学生又有一个大问题 很多学生回到学校 有些学校就不只是说 你不准 你要关掉手机 要收到手机 在书包里面不准拿出来 不是 有些学校是不给手机 学生又要吃早餐 又要吃午餐 又要安心出学 那些学生就是带饭 是不是 有些基层的市民 是不会给每一个子女 有一部手机 几千元 你说很便宜的那些 一千元以下都叫一千元以下 六百元不是钱 八百元不是钱 是不是 而且 深水宝那些 好像说卖了 没有便宜的手机 那怎么办呢 这些全部都是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结果是怎样呢 那些顾客就是说 他们担心私隐的问题 那我就去少些了 在街市买些菜 买外卖回家吃 去少些这个餐厅 又或者 如果是长者的话 那便索性不去 就要结果 那便是 我说过 你去这个食環的街市 每日买六个 六日的菜 买6条红衣衫 买6条红衫 买7条雪柜 只要6条红衫 都会烂 都会臭的 如果烈的话 雪柜坏 不够冷的 那些长者 变成了 真的本来都出街 是他的生活的必需和生活的目标 政府是鼓励掌借出街的 希望她可以去到这些地方 可以见朋友 和人打牙架 聊天 对她的精神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告诉你 你不能去街市 因为要安心出行 那查查听都不行 因为要安心出行 你没有智良手机 或者你不会用智良手机 对不起 现在好像说没得拳免 没得选择填资债 我又想想 有些人都会说 欧洲 奥地利 现在说明明年二月强制打针 不打 很多地方不能去 开始就只给那些 打针的人去 不打针的人就有些地方不让他去 现在索性就封城 澳地利 欧洲国家来的 讲民主自由的 都是这样做 很多人用 蓝丝就用这个方法 人家都杀代鼠 杀鹿 你香港杀野猪有什么问题 人家的警察 打死了 那些示威者 你 示威 警察这样打你 对你好的 打死的 跪断颈 他不说后面的结果 他不说跪断颈的 警察 判了几十年监 罪名成立 他不说 他不说在奥地利 现在连日来的示威有多严重 他不说 警察抓了很多人 他在野党对他的压力有多大 他不说 在香港 讨论也不能讨论 杀就杀 杀野猪又杀 讨论也不能讨论 安心出行 强制就强制 讨论也不能讨论 现在如果是违反这个安心出行 食客是要罚五千 店主要罚五万 你说 街市已经影响那么大 图书馆影响那么大 开民署底下的体育馆影响那么大 政府的部门都应该吵得很厉害 现在去买食肆了 去买其他场所 包括什么主题公园 美容园 等等 气院 又是 那些长者怎样 我想看到戏 早上的戏票很便宜 我们以前叫做公余场 很便宜 这个也是 他能够给得起 奢侈一次 看到梅艳芳也可以 又以安心出行 现在 跟别人比较 别人都强制 当别人强制的时候 社会有很多讨论 在野党 执政党 大家争取得七彩 然后民众有很大的反应 会示威抗议 慢慢去finetune 整个政策 香港 谈都没得谈 说来就来 现在就是这样 极权 民主 然后 开明和野蛮 分别就是这里 穿着西装 拿着刀叉 吃人肉 都是穿西装 都是拿刀叉 不过人家是在吃西装 你是在吃人肉 分别就是这里 经常都跟别人比较 照镜 你是不是文明呢 是不是先进呢 是不是民主呢 是不是听着民意呢 只是这样比较 别人都这样做 我们都可以这样做 别人都做假新闻立法 我们有假新闻立法 就是 这样比较是 没意义的 你只要照镜就知道 你根本是 没有资格做这个比较 因为这个政府是完全无制限 好了暂时经到这里 继续支持我非常 继续支持我心情合法的channel 多谢你们收看 再见 早前呢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个Lot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隐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这个Netflix 的话呢 有些片呢 即是美国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过这个LotVPN 登入了美国的网址的话呢 就有机会看到 在美国 播出的一些 电影或者电视剧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网上 买一些货品 又或者是订机票 酒店那样 那有些公司的规定 如果你在当地订的话呢 你有机会拿到 比较大的折扣 透过LotVPN 登入了当地的IP address 你有机会 是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 或者订到比较便宜的酒店 不过每个公司的政策 都不同的 你可以试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现在订阅VPN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大的折扣优惠 透过这个网址 和用优惠码 SAM 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个两年的计划 平均一个月 是三个七毫一美金 还加送一个月免费 一家大小 六个设备 可以一起上网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